本地今年上半年发生了42起工作场所意外死亡个案 与去年同时期相比增加了40% 人力部表示工作场所缺乏职场安全及卫生措施 是受伤和死亡个案增加的主要原因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学院最新的数据显示 本地今年上半年 员工在工作场所发生意外的个案同比增加了140起 虽然伤势严重的个案稍微下滑 但死亡个案则从去年的30起攀升到今年的42起增幅为4成 在死亡个案中 有16人是摔倒丧命 7人死于受困在器材之间 还有6人是被移动物体击中而死亡 建筑业出现最多的致命意外 每10起死亡个案中就有4起来自建筑业 紧跟在后的是制造业 交通与仓储业以及海事业 人力部指出 工作场所缺乏职场安全及卫生措施 是数据上升的主要原因 今年6月至今 本地再增加了多7起职场死亡个案 使得今年的总死亡人数达到49人